大马路上一辆机车引起了注意 乍看穿着桃红外套的骑士自己骑车 但是定格数数机车前方的脚 单侧看到了三只 脚踏板上有两只 脚踏板的旁边几乎拖着柏油路面的还有一只 目击民众尾随四五公里 趁机拍下来这张照片 骑士载着两名儿童他们都坐在前方 骑士背着书包双手张开 前面坐着一名小孩 而脚踏板也成了座位 第二个孩子就把脚拱起 脚尖几乎是撸在地上拖着走 看过这样子载的啊 那个太离谷了 他是跨坐在脚踏板 然后两只脚是半拖着这样子走 包包如果说拖到车子的那种后照镜什么的 真的人会被拖着跑 这小孩也蛮危险 真的是吓坏看过影片的人 当地民众说这段路坑坑巴巴 三天骑车已经很危险 让孩子这样脚贴着地拖着走 真的很夸张 实际到了校门口 放学时间 幼儿园的孩童 家长担心单独坐在后座会危险 就让他们坐前座 甚至连安全帽都没戴 三天违规行驶罚单六百 但是直接让两个孩子坐前座 小孩的家有可能遇到凹动受伤 而龙头操作不容易 遇到紧急状况 恐怕损失更惨重 三天新闻 廖国雄 朱宇荣 加一报